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再跟各位說一次啊 收起台灣人浪好人的同情心 看一下現在這些 桌州受災戶都在幹什麼 中共帶來的苦難 他們不僅要承受 還要愛黨愛國 歌功頌德的讚揚黨 不管他們有沒有經歷過大饑荒 文革三反五反 二十幾種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 批鬥運動 到特色管理還有現在的大學 都是這個鳥樣 去愛一個 擁護一個 迫害自己的政府 還想要讓別國的人 歐美日韓台灣的人 一起愛他家的政府 荒謬自己 今天凌晨的山東 還發生了大地震 造成部分地區的房屋坍塌 而滯漲的地方在什麼呢 有一個老師帶學生團出去比賽 住宿在山東德州的某個飯店內 不是美國那個德州吼 那半夜他們被晃醒 老師就要帶學生去大街上避難 去空曠處對吧 結果被保全攔住 不讓出門 說要打電話請示領導 才可以讓你們出去 大家好我們這邊晃醒的 我們要向麻木上傳 我想給領導打個電話傳 你想別急躲 急了來不及讓我們出去好嗎 啊開門 我就很納悶為什麼住宿半夜不能自己離開 還要給保安確認 你想去哪不去哪嗎 監獄是嗎 還是你們中國都這樣 我不清楚啦 啊當然啦 這個要請示領導不讓出去 也是中國的常規操作 新疆大火怎麼來的 你們忘了嗎 你們當時義憤填膺在義憤填膺什麼忘了嗎 西安孕婦被擋在醫院門外是怎麼來的 當然啦 這都是比較有名的例子啊 當時那三年每天都在發生這種事對不對還有一個小提琴家不能去醫院然後醫藥而下對吧沒有領導的話他們下面都不敢讓你出或是讓你進因為他們怕被甩鍋 他們怕中央怪罪他所以層層加碼 中央說的意思可能沒有要管到那麼嚴 中央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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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省到市到縣 然後到鄉到鄭到村到禮義 越來越嚴格 因為每一個下面的部署都會把上面的領導的話再加一層來保護自己 所以再加上去下面的越來越嚴格 人民越來越不方便 因為他們怕被甩鍋 你們一次次的退讓就是會讓這種事情一次次的發生啊 因為這就是體制問題啊 昨天我們台灣南投 河歡山清淨路段那邊啊 發生了土石流 許多的住戶商家受困 房子被土石流沖毀 就有些小粉紅在微博上高潮了 說台灣省人報應來了 還有人說啊是因為 要保住台北才洩洪放水讓南投淹水 還笑台灣人是井底之蛙 台灣人民正在受苦 一定要儘快讓台灣人民看到解放軍來的布條 以為民心 你們這個是解放軍都沒出動出動的都是武警還有二線部隊 好意思講啊 中國很多省市都有暴雨洪災希望快點好起來 呵呵打蛙還叫步 索雅做人厚道不是不爆 聽取蛙聲一片 之前還說天滅叉叉一個月不到換他們了 還蛙子還笑得出來啊 限時報願好人平安台獨死光 就看看不說話 這才到哪啊 彎彎綠蛙1450 不關心自己身邊的爛事 OK看到這個真的是笑死了 說真的會講這種話的小粉紅才是真的井底之蛙 首先被土石流沖毀的地方 清淨那一段都是蓋在山坡上的 大家去過清淨吧 我以前在彰化讀書常常走中文維花蓮那段非常的熟啊 而南投的水庫啊 在河歡山的下方 即便是要泄洪 怎麼是往山上泄洪呢 中國的水壩都是往高處泄洪 都是往山上跑對不對 在中國的水是往高處流 啊幹我忘了 周周的海拔比熊暗興趣高啊 難怪你們會這樣看台灣 台北距離南投200多公里 這還不是直線距離啊 直線距離的話都是山脈 要走高速桃源到台中那邊繞進去 埔里才可以到河歡山 然後再走走泰魯閣花蓮 你說為了保台北讓南投洩洪 你智商不足啊 想K台灣也不做功課 南投如果學你中共那樣洩洪 那遭殃的是下面的南投市草屯 彰化的園林台中的霧虹 因為那邊越來越低洼 對不對 所以水會往低的地方流嘛 那像你 你們水流到那個 海拔比較高的桌桌就停了 淹不到下面更低的熊安心區了 要淹也不會是淹海拔1000多公尺以上的清淨啊 腦呢 再來我們都是罵中共處理的方式啊 我們什麼時候笑 喔中國天災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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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影片我都說過啦 這個地方如果發生了天災 但你如果你用人禍的方式把它 這個天災轉移到其他地方 那就是人禍了 我們討論的都是你後續洩洪跟偷搶 物資擺拍 中共的這個行為 然後小粉紅現在抓到 吐16號蔡英文 請問我們台灣什麼時候擺拍物資 阻擋人民抗議 還是我們新聞外說 喔南投部分地區啊幾顆小落石啊 砸到這個居民的家啊 沒什麼事就像你們說一到四米的小雞嘴一樣 對不對 你看台灣這樣子做了嗎 真的是不要懶叫比雞腿啊 熊安 那邊有人嗎 在哪呢 你在喊聲音大點 有幾個人有人呢 十家中二 看看能不著 好啊 這在一元一坐著嗎 坐著了 坐著了 看看能不著 不是這水上哪了 看最佳的房間了 看看我上了從院來了吧 大木樓是四號頂了 東家中二 別搶啊 大媽我跟你說 一個人拿一個臉都行 我們都持續給你送 但是你不能一個人拿這麼多 大家都著急 我們是做人我們不是你們政府人 我們能力有限 所有人上我們車裡搶啊 就根本就控制不了 拿走東西的人都是你先年輕力壯的小夥子 是什麼原因啊 造成很多中國人會去插隊 會去搶物資 因為長期以來中共總是讓大家 大部分的人活在吃不飽 但又餓不死的狀態 所以你們心裡有一個潛的意思 對不對 一有好處馬上搶光光 即便那個紅包0.2塊0.3塊 一塊也是搶光光 你們自己的心態已經反映出 你們自己的生活價值是什麼 即便你們現在可能月收有三千五千一萬 你們心裡的價值觀 還是這樣 你們去網路上看一堆影片 至今還是這樣 食物一上來 哇加光 還有上海好事多前幾年開幕的時候 我記得是18年還是19年開幕 鐵門擠破強強強強強強 加上中國又強調戰狼文化 社會達爾文主義 此消彼長 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 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影片中的例子 反映出來 這邊物資 不防太多了 那個村裡邊領不了啊 村裡邊領不了 只能鄉鎮級別以上 開具證明然後來領 村裡邊的村民更得不到 對於滿滿的物資就是不發 還要去找 更上級的領導開證明 你們的電影大饑荒都拍過 為什麼官員要扣押物資 把食物放到爛掉 都不發給災民 這是你們原話啊 你們現在拍不出這種影片啦 特色管理那山林也是這樣操作 現在又同樣的操作 一切都是為了高價轉賣 反正會有好心的民間單位 自主花錢 這個受災的地方發給災民 所以也會造成為什麼他們要搶 因為政府不發 他們怕這次搶不到就以後就沒了 也還是會有那種傻傻的民間單位啊 把物資交給政府 然後讓政府去分配給災民 他們認為中共 會真的免費給他 當然啦有些真的會免費給你啦 但更多的是拿去變賣 真的是沒救了 有錢就快潤吧 假使台灣今天也這樣 我跟你說輪不到你們粉紅出來罵 我們自己先罵一片 這太荒謬 而我發現你們有個邏輯非常好笑 你們自己新聞都說了 你們新聞都說啦 為了保雄安跟北京機場而洩洪 你們還否認耶 然後你們還要拿保台北 而西深南投洩洪來說是 所以你們的潛意是裡面認為 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首都是台北 南投是地方 不然你怎麼會用 地方跟首都的例子來比喻呢 小粉紅真的走到哪裡都惹人厭啊 而在東北哈爾濱持續在洩洪 很多居民都組織跑去水戶抗議 反對洩洪 結果一樣 被打江山部隊來維穩 請問小粉紅什麼時候在台灣看到這種情況 區領導局長都來了 這個關了啊 這個咱們關了 老百姓都都在淹死 警察給大家看著 不讓老百姓我給我看 看你們打的 老百姓能任何共產黨 可能在派遞呢 站成我比50個警察給大家看 就算了兩個水利局的 看到嗎 就全國安 影片的最後再講一個好玩的 最近在遙遠的英國街上 被發現的牆上出現了 中國特色的詞語 什麼民主富強平等法治 博愛有疑 這些在中國爛大街的名詞啊 都出現在英國的街道上 17年我去上海跟蘇州的時候 就看到一堆啊 不是寫的就是貼的 你們小粉紅不要跟我說 在中國沒有 到英國還要愛中共 還想讓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 變成中共的樣子 你要不要回中國就好了嘛 你到底為什麼還要出來 然後讓這個國家變成 你想要中共那個樣子 你出來就代表你身體就是 不覺得中共好吧 你在英國可以隨便的遊行抗議 薪水人均都比中國高 司法又獨立 福利又比中國好那麼多 你跟英國談什麼民主富強平等法治愛國 搞笑啊 愛什麼國啊 愛中國啊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網友說什麼 讓全球討厭華人的是不是這些人政府的任務 這幫人的目的可能就是讓全世界排華建議當地 當地華人黑幫執行劍 我在日本大巴上就遇到某些已經移民到加拿大的家庭 男的安靜在大巴上毫無顧力的講著電話而全程中文 所以一直以來很好玩的現象就是小粉紅都會互相切割 那些所謂移民到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很多還是愛黨愛國 很多還是圍繞在黨中央微信什麼東西的 全部都離不開華人圈 尤其是留學生 北美留學生群組 這個群組就是拿來統戰 對不對 好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見 掰